九月初九是重阳节 瑶芝兄弟登高处 便差猪鱼少一人 就像过端午节一定要有暗夜 过重阳节就一定要有猪鱼 猪鱼有两种 一种是山猪鱼 它专捕人体之漏 一种是无猪鱼 无猪鱼可以造尸 也是重阳节古人用来做香囊的好材料 将它称为避邪翁 传统习俗 重阳要登山 山高风冷 所以要用到无猪鱼 我们可以用无猪鱼 自制重阳节的猪鱼香囊 取三到六克无猪鱼 将无猪鱼放在布中 包起来 再用丝线扎紧打结 无猪鱼可以引火下行 如果身体的上面有火 有湿热 下面有寒 就可以用无猪鱼打粉 敷脚心 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 达到头凉脚热的感觉 特别是身体有湿气的人 可以经常这样来敷 然后再用丝线扎紧打开